而在陈水扁时代呢 曾经担任这个第一家庭御医的黄芳燕 今天也传出来说 之前也在这个扯上搜狗案的时候 帮忙介入协调 还指派了阿扁的大弟子林志豪 来替李恒隆打官司 黄芳燕他说呢 绝对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强调自己没有介入搜狗案 还说当初徐旭东早上门的 他就曾经怀疑说 搜狗百货是不是偷来的脏货 扁家洗钱案如今又走回头路 扯上搜狗经营权之争 搜狗案关系人之一 新黄医院副院长黄芳燕 一早出门已经做好准备 承认当初徐旭东的确有找上门 强调自己绝对没有介入搜狗一案 但周刊报道 2002年太平洋物流引进外援 徐旭东和韩社董事长蔡承阳 都有意入组 当时就是黄芳燕出面协调 还曾经参与两人谈判 如今又爆出 94年间黄芳燕还曾经指派 有阿扁大弟子之称的律师林志豪 替李恒龙打官司 逼徐旭东吃下太流牢骨 这帮李恒龙 我跟林志豪没有从属关系 因为我跟林志豪 他律师我是医师不同行 直说学法学一不同行 黄芳燕澄清搜狗案期间会员 国不是逃避而是早有行程安排 跟自己有关的疑问统统否认 倒是对徐旭东金报贿赂一事 很有意见 徐旭东董事长如果像报纸 或是电视上所写的 我当然劝他说 一定要把他当时为什么 出来接搜狗百货公司 这个原因一定要跟社会大众讲清楚 故意徐旭东出面说明 从搜狗案到贬家洗钱 风暴黄芳燕身陷其中 虽然一再撇清但似乎还是免不了外界 种种之一 专闻杨静林范姓台北 一旦不断